大家好 欢迎收看5月1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近来台湾的COVID-19本土疫情不断的飙升 而在15号这一天就增加了180例的本土病例 对此县长徐真卫特别邀请了各局处的首长召开了紧急会议 也宣布花莲的防疫状态进入了准三级 国内新冠肺炎严峻 行政院15号上午召开临时记者会宣布双北至节日期到5月28号 提升为第三级防疫警戒 为了互相清健康安全 欢迎在15号下午1点半并且立即召开防疫应变会议 由县长徐真卫亲自主持 县长也宣布花莲进入准三级的防疫警戒 比较中央公告九大防疫指引全面推行防疫措施 立法委员副婚期也出席会议 关心防疫并表示防疫绝对是中央与地方携手合作 这表示 疫情如果持续下去 建议花莲线应该马上立刻针对防疫升级为三级 四级提前准备 下午防疫会议决于多项防疫作为 县长特别呼吁 请民众在外出以及室内公共场域戴上口罩 保护自身以及家人的安全 建议表示防疫师同作战 为了守护花莲乡亲健康 欢迎政府将进入准三级警戒 为了防范疫情 东大门夜市15号请能够外带食物 东大门夜市一起流动夜市 16号请停止营业 市疫情情况滚动式修正 公营观展观赛场所和公营管设 从5月17号到5月12号暂停开放 前年随时施疫情状况来进行滚动式检讨 县内游泳池除了体育专用 因课程所需要一力停止使用 公营教学学习场域包括亲子馆 社区大学 热令学习中心 K数中心 社会教育机构 劳人共产活动中心等暂停开放 一周到5月22号 文件站除了有个案特殊需求之外 文件站余力暂停长者到站7天 是疫情后续情况在进行滚动式调整 记得就会广州老